美軍的中央司令部證實了 宣布要將燕門的叛軍胡塞組織 列為指定恐怖主義組織之後 又再度的抠洗了胡塞 這個是一個禮拜以來的第五度攻擊 那麼美國國防部表示 這一次是先發制人的行動 是美軍的偵察機先在侯海附近 發現胡塞準備要攻擊 所以他們趕快就在當地時間 週四下午的時候 摧毀了胡塞在燕門控制的14枚的飛彈 那麼拜登是強調說 類似的行動還是會繼續的下去 而航域的龍頭馬士基集團則表示 由於侯海情勢的持續緊繃 再加上北歐天氣的影響 目前已經有出現了塞港的情形 那根據最新的貨櫃運架的數據顯示說 上海到洛杉磯的航線的貨櫃運架 已經漲到2022年9月以來的新高點 美國領軍反擊夜門叛軍青年運動 週三在發動新一波潛射彈道飛彈攻擊 是過去不到一週內第四次顯示中東區域衝突 持續升溫 根據美國官員 美軍用戰斧巡弋飛彈瞄準約14個 夜門叛軍用來攻擊國際航道的飛彈發射器 飛彈是從美國海軍水面潛艇和 佛羅里達號潛艇發射 主要因為夜門叛軍17號再次在雅丁灣攻擊美國商船 背後有伊朗撐腰的叛軍表示 他們的行動是聲援巴勒斯坦人 威脅攻擊範圍將再擴大 以回應美國和英國的襲擊 夜門叛軍自去年11月就不斷攻擊行津洪海的貨櫃船 這條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路線之一 已讓許多商船不得不避開 現在石油公司也跟進 國際油價已經開始走升 18號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 預測未來兩年 全球石油需求成長相對強勁 再加上美國石油生產受寒流影響 以及中東地緣政治緊張 再再推升油價 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已來到每桶78美元 西德州也逼近73美元 專家估計每天約有1800萬桶原油 行進連接波斯灣和印度洋的荷姆茲海峽 如今洪海局勢如此緊繃 游卵和商船只能繞遠路 改南下繞過南非的好望角 航行天數和能源價格都暴增 人在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伊朗外長表示 如果在加薩的種族滅絕停止 參觀在甲板上大跳傳統舞 青年運動新兵也在船上行軍 周三美國政府再次把燕門叛軍青年運動 列為特別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 要透過嚴厲制裁切斷他們攻擊 鴻海航道的資金和武器 在加薩的以色列哈馬斯戰火 無疑越來越往外擴大 伊朗即周一對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 發動飛彈攻擊 周二再用精準飛彈和無人機 襲擊位於巴基斯坦西南部 伊斯蘭遜尼派盛戰團體正義軍兩個據點 造成兩名兒童死亡 周四巴基斯坦隨即展開報復空襲 鎖定邊境伊朗境內的 秘錄之分離主義武裝分子 導致至少九人丧命 兩國跨境攻擊 讓原本就已經不穩定的中東局勢雪上加霜 連北京也出面呼籲雙方保持克制 中方真誠希望雙方能夠保持冷靜克制 避免局勢緊張升級 如果雙方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願意為緩和事態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不過源頭的伊哈戰爭至今沒有緩和的跡象 過去24小時以軍攻擊造成163人喪生 加薩死亡人數累計超過兩萬四千人 體系新聞綜合報導 在以巴局勢方面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周四表示 他們已經告知美國 他們反對在戰後讓巴勒斯坦建國 而且也不打算要縮減目前對加薩的戰火 因此引發了美國的反彈 納坦雅胡是表示說 作為總理必須要有能力 可以向盟友說不 那他強調未來的安排都必須要確保以色列在約旦和西岸 所有土地的安全控制權為優先 這和巴勒斯坦建國的想法是有所衝突的 那納坦雅胡也強調他們會繼續的作戰 直到以色列取得完全勝利為止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則表示 如果巴勒斯坦不建國 那麼就長遠來看 也不能夠為以色列帶來長久的安全 他們認為納坦雅胡的說法 還不是以色列的最終決定 而要看回到美國這邊 2024大選美國的前總統川普 剛在愛荷華州出選獲得大勝 緊接著他又在新罕布夏州的共和黨出選裡面 目前是以50%的民調支持度遙遙領先的 不過本週他又有官司要登場了 是有一位美國的專欄女作家 曾經對他提出誹謗的告訴 那麼川普是特別趕到了紐約出庭旁聽 結果他還當場嗆法官 因為川普時不時就一直搖搖頭 是讓法官忍不住警告說 在干擾庭審的話 就會把他給驅逐出去 那麼川普則是舉雙手回嘴說 求之不得 讓現場火藥味十足 支持者不斷大聲叫喊 美國專欄女作家卡羅爾步入法庭 他控告前總統川普誹謗案本週開審 就算正在衝刺共和黨初選 川普也封拳扑扑趕到紐約親自出庭 更先後在社群平台和媒體鏡頭前為自己教區 卡羅爾17號在法庭上作證 認為川普在2019年對他的公開批評後 讓他從外界眼中的專業記者到形象徹底黑化 去年卡羅爾指控川普1996年 在一家百貨公司更衣室內對他性侵 並在2022年聲明中對他誹謗 川普因此判賠500萬美金 約合台幣1.5億元 不過川普隨即在CNN市民大會上展開攻擊 就是這段訪談讓卡羅爾再度提告 表示自己甚至因此收到死亡威脅 在卡羅爾提起性侵案時 川普不斷在座位上搖頭 法官發出警告 雖然他有權旁聽 但如果他持續干擾審判 就會被逐出場 川普當場舉起雙手 挑釁意味十足 法官最後口頭警告 看來你真的很想要我這麼做 在場的媒體記者聽見川普回了一句 我會很高興 川普已經夸下海口 就算選舉再忙都會出庭 仿佛已經把法院當成另一個造勢大會 為自己製造話題 川普已經在第一站愛荷華州共和黨初選 取得大勝 新函部下初選即將在23號登場 這裡登記的87.3萬人中 有34萬人是獨立選民 確保掌握獨立選民的意向 成為爭取提名人的主要策略 對前出聯合國大使海利來說 這一仗至關重要 因為愛荷華州初選 她只拿下第三名 如果在新函部下州表現還是平平 恐怕很快會被踢出主要戰場 距離投票只剩下不到一星期 川普也將矛頭對準海利展開攻擊 海利不甘示若往川普競選的痛點上很踩 海利甚至放話未來只要川普不參加辯論 她也拒絕出席 就可讓另一名角逐其名的佛州州長 德桑提斯急得跳腳 美國NBC電視台的最新民調顯示 川普仍以50%的支持率 穩坐新函部下周第一 將海利的34% 德桑提斯的5%遠遠拋在腦後 儘管官司纏身 但川普人氣不減反身 照這態勢延續下去 2024很可能再度成為川普與拜登PK戰 傳出民主黨內已經出現擔憂聲浪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近期登上談話節目正面危機 賀錦麗家族活力 對川普帶來的對立和混亂言辭批評 現在是一位前往前往前往 政府正在做協定 開局說這是一位 他批評要成為一個有生命的 一位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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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勝出 一位一位 美國女士 自得要選擇 自己的身體 一位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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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共和党初选 紧锣密鼓展开 川普的人气和争议同步高涨 也让民主党在2024备战上绷尽神经 TWS新闻综合报导 好 现在看到美国大选的火药味是越矮越浓了 而川普在爱荷华州初选拿下胜利之后 他的对手海力也开始跟进打抗中牌 海力说美国应该要把中国大陆视为敌人 甚至警告要结束中美之间正常的贸易关系 另外是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也说 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偷渡客 可能会存在国安威胁 这群怀抱美国梦的中国偷渡客 成功跨越美墨边境后 如何融入美国社会是一大挑战 DNN记者深入中国偷渡客的妻生之所 大家在这里暂时落脚互相扶持 并寻找工作机会 美国政府统计光去年前11月 就有3.1万名中国人从墨西哥边界非法入境 相较于过去10年的每年平均1500人 人数足足暴增20倍 来自中国的非法偷渡客变多 让美国人担心中国会派间谍胜后 成为美国国安一大隐患 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初选如火如荼 前总统川普轻松领先后又口出狂言 说因为他赢了爱荷华州初选 才导致露骨重挫 外媒日经亚洲 引述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分析 若川普重新入主白宫 变成美台川赖联手 将成为北京当局最大噩梦 眼看川普打抗中牌奏效 其他两位候选人也跟进辛辣发言 美国前联合国大使海利语出惊人 认为美国应该开始将中国视为敌人 并结束双边正常贸易关系 美国总统大选都还没正式开打 抗中牌又成了今年选战主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副总统赖清德上选之后 新政府马上在520就会正式的上任 未来美中台关系会如何的发展 那么TVBS的国际评论员余文奇 就专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院 中国中心的主任 那同时也是步步为营这本书的 作者之一何瑞恩 他认为美中台关系会延续过去的八年 乐观看待台美关系往正向发展 中华民国台湾是我们共有的认同 民进党赖萧培当选 副总统赖清德接棒成为下任中华民国总统 将如何牵动美中台局势 美国布鲁金斯学院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 过去曾任欧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 接受TVBS国际评论员余文奇专访 他认为美中台关系将延续过去八年态势 但对于美国总统拜登直说 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句话该如何解读 何瑞恩认为不需过度解读拜登的言论 乐观看待台美关系往正向发展 美方用实际行动支持台湾 至于赖清德表示要不卑不抗在对等尊严前提下 用交流取代围堵与中国展开交流合作 何瑞恩认为北京短时间内恐怕不会和赖政府对话 何瑞恩举诺鲁断交事件为例 认为赖清德上台之后 北京对台仍会继续施压 不过直到520总统就是典礼前 这个压力不会从零跳到一百 而是慢慢加深 面对两岸关系 赖清德仍要步步为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台美关系还要来看到是驻美代表余大雷败会了美国国会的议员 包含了众院的台湾连线共同主席 以及众院的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 都是将在近期访问台湾的美国议员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是美国众院的中国事务委员会 他们公布了驻美代表余大雷的会谈照片 那么双方讨论的议题包含说抖音试图要影响选举 以及美台之间强健的伙伴关系 另外众议员巴尔也秀出了与一大雷 还有四名的众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的合照 欢迎他到华府来 那么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其中三名的台湾连线共同主席 下个礼拜就会访问台湾 那么接着众院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紧接载后 另外前美国国务院的次卿克拉克 也是在这个月的22号到24号 也会率美国商界代表团来访问台湾 而白宫的国安顾问苏里文 是在瑞士达波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 美国对中国寄出的半导体出核管制 并不是一种科技封锁 而是基于国安考量 他也强调台湾就是攸关全球高科技晶片的重要生命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基本利益 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两岸分歧和平解决 不以武力破坏现状 而各国关切台海也有实际的原因 包括每天有50%的贸易通过台湾海峡 以及台湾的半导体产能 金片战争的作者米勒在达沃斯经济论坛 美国和欧盟的金片法案 以及日本的政策 基本上是对最糟情况的保险政策 而科技竞争是政治问题 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哈卡强调 美国的金片法和金片出口管制 都是基于国安考量 至于印度要如何应付美中金片战争 印度资讯科技部长瓦伊什纳 大不认为这是场战争 但他说印度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已经为新德里在国际舞台上建立一定的信任 这也让印度能成为中国以外电子制造的选择 而在中国大陆去年的经济表现到底如何呢 现在有新一批的经济数据统计出炉了 尽管GDP是成功保五有达到5.2% 但是出生率连续7年下降 人口更是比去年少了208万 减少人数是一倍的翻倍的成长 那么另一方面呢 曾经被盖牌将近半年的青年失业率又重新公布了 不过这一次的官方算法 除了排除在学生之外 是一周只工作一天的都算是就业 这样的算法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随着舒缓放松的音乐 80多名寻找爱情的未婚男女 在上海这间爵士酒吧内 参加化妆晚会形式的联谊活动 期盼能尽快实现结婚与养育后代的心愿 因为我自己算过 如果说我今年脱单 然后再被孕 我最早当爹也要35岁以后了 对 然后就耽误了一代人吧 这场联谊活动针对的是35岁以下 大陆顶尖大学毕业的高阶白领 然而就连这些在大陆社会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人生胜利组 在面对婚姻家庭与生育问题上 也是一样的头痛 认为当前政府所提出的住房补贴 税费减免等鼓励婚育政策 效用不张 但是我觉得很多政策 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并没有切实的关心到 年轻人真正的真实的需求 其实比如说现实的生活压力 房价呀 还有工作呀 还有它的这个学历不断的提升 其实也在延迟它的婚育年龄 这种找对象男结婚晚 甚至主动或被动放弃生育的社会现象 让中国大陆的出生率连续7年下降 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 这个数字也只到2016年的一半 此外总人口减少的情况也更加恶化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最新年度统计 2023年底中国总人口 比前一年少了208万人 减少的数字不但翻了一倍以上 还是连续第二年生不如死 分析坦言创历史新低的 千分之6.39出生率 以及疫情导致的死亡率提升 都是去年人口大幅下降的主因 多数民众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或者担忧 我觉得其实人口减少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 就是大家生活质量水平的一个提高 就会导致大家不愿意去承担 生孩子的一个压力和负担 尽管以开发国家的生育率 普遍来说比非洲或南美洲等开发中国家要低 但透过适合的移民政策 社会福利以及养老照顾 仍然能维持国家的生产力 但同样的人口减少问题放在中国 可能产生的效应恐怕大不相同 因为不能否认的是 中国经济趋缓已经成为现实 而且未来还可能继续减速 曾经的经济火车头房地产 去年几乎跌了一整年 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跌了百分之九点六 全年商品房销售额减少百分之六点五 不论供需都在萎缩 分析师坦言在市场信心不足 以及多数房地产企业需要把库存房屋 换现金偿还债务的情况下 房价跌势短期还看不到头 至于遭北京当局盖牌将近半年的 十六到二十四岁青年失业率 在统计局最新发表的数据中终于再度现身 并且从去年六月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 降低到去年十二月的百分之十四点九 但这个数字是扣除该年龄层总数三分之二 大约六千两百万再选人口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官方这样解释 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而不是兼职工作 车算不包含在校学生的分年龄组失业率 有利于更准确反映 进入社会的青年的就业失业情况 官方还新增公布25至29岁年龄段的失业率 去年十二月为百分之六点一 官方说明这个年龄段是完成学业 进入职场的主要年龄段 但统计数据同样排除就学人口 两个年龄段的失业率都没有改变 每周只要工作超过一小时 就算就业的统计方法 中国最新的GDP成长率虽然来到5.2% 比2022年的3%要高 但考量到2022年全年因为疫情封城 所带来的超低激起 民众对经济数字上的复苏几乎无感 对年轻一代来说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能都很辛苦 至于成家或者下一代 只能看大环境给不给机会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如果你是无人机的玩家 你会很关注这样子的话题 知识大陆的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跟无人机的霸主大江 他们共同推出了全球首款的车载无人机 可以自动的充电换电跟车拍片 还有一键起飞降落这样子的功能 那么宣传片一推出马上掀起话题 一键起飞 无人机舱内只能换电 随用随充 保证强大续航 一键起飞 中国大陆电动车一哥比亚迪 联手无人机制造商大江 推出全球第一款车载无人机 可以自动换电充电 无人机就安装在车顶 还具有伸缩的起落平台 起飞 自动识别本车 寻情等待指令 无人机投降失事回传 将视野拉到全新高度 车载无人机可以一路跟车 车子开到哪 画面就拍到哪 挡到车主的越野纪录片 比亚迪去年销售超过300万辆 年增幅61.9% 稳坐中国大陆销售冠军 并宣布未来计划 将车载无人机整合进品牌车型 提供像是塞车时无人机探路的功能 中原路 国河路 南面 100至200米 尤其两车事故 无人机应用也能处理轻微的交通事故 上海在杨浦区已经事半两个月 无人机出勤速度比较紧快 拍摄画面清晰 可以辨别车牌号码 厘清肇事责任 我们基本上无人机能够控制在三分钟以内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以后 首先是对事故的大致形态进行取证 并且给我们处警台的民警定责 提供相关的依据 目前事半的杨浦区一共有五台无人机 负责处理没有伤亡的车祸 一天暗量约平均20起 官方称提高效率约54% TBB新闻张家宝陈入文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追踪第一线 同样要讨论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问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总裁 乔治艾瓦表示 中国面临了短期跟长期的挑战 需要推行结构性的改革 那么如果不改革的话 经济的成长就会大幅降至4%以下 也就是说GDP会降到4%以下 那样这样子的言论呢 北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想请要连线的记者敏珍 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乔治艾瓦在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表示 大陆正面临短期和长期的挑战 需要推行改革才能避免经济成长大幅下滑 那么他直言 大陆如果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综合外电的报道 乔治艾瓦在论坛期间他是指出 短期来看大陆房地产还有待恢复 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准也很高 那么从长远来看 官方需要应对人口的变化 还有民众信心不足的问题 他表示大陆需要继续开放经济 平衡成长模式 更加注重国内的消费 那么这意味着要给人民带来更多的信心 让他们不要再过度的储蓄 而是要增加消费的开支 另外也有报道提到 受到房地产不景气 还有出口下滑的影响 大陆经济成长疲软 INF去年11月是将大陆2023年 经济成长预测上调到了5.4% 但预计今年成长率将放缓到4.6% INF去年10月预测 今年全球经济将成长2.9% 但之后情势已经转变 尽管主要的经济体通膨下降 经济也免于衰退 但以色列与哈马斯开战 以及鸿海航线发生了危机 是通膨面临升高的威胁 并且干扰着全球的供应链 好可以看到INF担忧的是 中国大陆的经济内需可能力道会非常的疲弱 不过在中国大陆这边 咖啡市场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有出现了一杯要价人民币6200块钱 也就是相当于新台币2.7万元的网红咖啡店 突然传出倒闭 另外在美国的咖啡品牌龙头星巴克这边 则是推出了会变身的拿铁 那到底是什么呢 再把时间交给敏珍 在中国大陆有非常非常多的咖啡品牌 因为竞争激烈 所以各家企业都想方设法吸引消费者的关注 那么一家名叫根本咖啡的牌子 因为曾经推出一杯要价6200元 也就是约合台币27000的咖啡走红 但最近这个品牌被爆出 上海门市突然关闭后 在广州的最后一家门市也要停业 根本咖啡全大陆仅有的四家门市 将全数关闭 综合路媒报道 根本咖啡2022年成立以来 在上海和广州共开出了四家的门市 其中广州的两家门市 在2023年9月关门以后 11月根本咖啡是转战到了上海 并靠着天价咖啡走红 但也因为售价实在是太离谱 引来官方介入调查 新明晚报报道 根本咖啡位于上海的门市 1月10号突然关闭了 内部的设备都已经全部清空 根本咖啡从2023年11月走红到关门 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大陆的咖啡品牌竞争相当的激烈 巨头品牌都在努力的维护市战 联名是最常用的行销手法之一 那么来自美国的美国品牌星巴克 很少和大陆本土文化相关的IP来联名 但日前他们也宣布了 要和大陆古代神话中的大闹天宫IP 推出会变身的拿铁 那么这款拿铁 它的吸管是孙悟空的金箍棒造型 在配送的20分钟路程中 拿铁会凝聚分层 所以又被称为会变身的拿铁 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星巴克为了吸引大陆的消费者是 卯足了权力 再来2023年9月 瑞幸和茅台联名的酱香拿铁走红 瑞幸官方数据显示 酱香拿铁单品首日销售是突破了 542万杯 单品首日销售就突破了人民币1亿元 那么业界认为 星巴克这次合作 说到底还是市场竞争太过激烈 如今咖啡品牌恶性竞争非常的严重 各大品牌只能疯狂的加速出新品 或是跨界行销 好 谢谢敏珍的连线 接下来我们转换焦点 要带您掌握的是东南亚动态 泰国内阁批准了2025年财年的预算框架 总额3.6兆 比2024财年增加了1200亿泰铢 那么预算赤字7130亿 投资支出7420亿 占总额的20.62% 那么泰国的观光与体育部长透露 今年的目标是要改变泰国的观光 还有体育面貌 面貌力拼要创造3.5兆泰铢的旅游业收入 并且提高泰国体育的价值份额 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今年建交50周年了 没有因为中国的新版地图 损及南海主权引发紧张关系 那么大马也寄望对中国开放免签 能够加速他们的经济成长 但是能否获得实质的观光红利 这点还有待观察 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指出 阿拉斯加航空的破音737 MAX 9型客机脱落的门板是在马来西亚制造的 最后被运到西雅图附近的737工厂来组装 或因各种零件的生产外包 也凸显其供应链的复杂程度 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表示 交通部长一华人已经辞去了政府 还有国会职位 那么一华人是罕见的高层贪污调查中 被指扣27项的罪行 但是他出庭的时候对于贪污的指控没有认罪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欢迎回来持续加入Focus国际话题 我是彭辉云 现在你看到印度有发生了一起游湖意外 在当地一处旅游景点哈尔尼湖 这边有游湖船翻覆 造成了至少两名老师14名的学生逆避死亡 不过当地媒体也报道说意外发生 当时船上疑似有多达34人 疑似又是超载酿货 好几名搜救人员潜入湖中 搜寻溺壁师生 救护车医护人员来回奔走抢救伤患 印度当地时间18号经船翻船意外 事发地点在印度西北部古籍拉特邦 第三大城巴罗达的哈尔尼湖 当地媒体报道意外发生时 船上载了34人 多数是学生还有两名老师 但整艘船上竟然连一件救生衣也没有 更疑似超载 只能搭载16人的小船超载超过一倍 是否因此翻覆还有待当局调查理清 哈尔尼湖是当地旅游景点 游湖船发生意外 印度总理莫迪推文致哀 当地立法官员喊话彻查 寄出相应措施 严格管理游湖船 避免类似意外 再度重演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美国现在还笼罩在冬季风暴之下 这一次的急冻暴雪天气 目前为止了解到至少造成了45人死亡 就连电动车都传出有不少灾情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所以充电的时间拉得很长 而且还有充电桩 因为太冷故障 没办法充电了 详情要连线给国际组记者杨琴 雪地出动两匹马拖车 还有不少人在另一头出力 卡住的休旅车才终于脱困 美国天寒地动交通受阻 多地电动车和设备也传出灾情 公用充电桩罢工充电时间变长 有些车辆则是电池故障 而低温也造成续航里程下滑 根据外媒报导有民众在寒冷天气 等了五个多小时还是冲不到电 不过华盛顿州和奥勒冈州也很惨 周四仍有4.5万家庭和企业停电 西北部地区因为低温结冰降雪 导致树木不堪承受压垮电线 部分区域寒冬一度稍微缓解 不过周四晚间到周五 另一波冷空气将袭击 芝加哥最快周四又会开始降雪 周末之前靠海和山区 预料可能出现超过15公分降雪 全美75%面临摄氏零下以下低温 好 接下来镜头带你看到 中国大陆的食安问题 真的是屡见不鲜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 这个标榜是新鲜羊肉 其实也是假的 根本就不新鲜 到底怎么回事呢 要交给记者陈韵文来说明 好的 您看到呢 这画面是在中国大陆江西 一处市场内的摊贩 摊商正在用刷子对羊肉 刷上不明的红色液体 而这画面曝光后 引起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注意 展开调查 发现这是摊商造假 新鲜屠宰的羊肉 来听官方的访问 经检查是屠宰活羊的时候 流下来的羊血 把那些羊血流下来以后 然后他们就把那些羊血呢 就刷在那个羊肉上面 就是在售卖的过程中 就是好看一点嘛 就是鲜活一点嘛 我们也对那个经营者呢 进行了告诫 就把他那些羊血啊 刷子啊 当时就攒扣了嘛 所以这个姜血摊商呢 输了到那个冷冻羊肉 看起来是新鲜现宰的羊肉 将冷冻羊肉加工上色 涉及到欺骗消费者 不过官方调查称 如果吃下肚 没有身体危害 因为肉品本身 只是冷冻的肉 但是呢 这造假的新鲜羊肉画面 也令人感到震惊 甚至恶心 好 卖水饺能够赚进上一台币 真的很不简单 这是美国一款冷冻水饺 在超市爆红 那么业者是一名华裔女性 刘晓兰 她从小家里就是开餐厅的 现在用水饺创业 也让她占宝宝 造型完美的冷冻水饺 进军美国的超市 一年能创造上百万美元的业绩 母后推手是从小 就受到厨艺熏陶的刘晓兰 家里经营老牌高级中餐厅 也成为波士顿华人圈 销有名气的家庭 但父母并不希望刘晓兰 进入餐饮行业 因此她前往华尔街闯荡 但却总是找不到归属感 随后返回家乡 帮忙经营中餐厅 但随着餐厅熄灯 刘晓兰也开始思考 要展开自己的事业 不像父母经营高级餐厅 刘晓兰改开中式快餐 靠着从小到大 都熟悉的温暖滋味 卖起饺子 之后开设的分店也业绩看好 但却碰上疫情来袭 不过也让刘晓兰开始扩大餐饮王国 进军冷冻食品领域 强调传承妈妈的口味 这些冷冻饺子大受欢迎 全美上千家超市 都能看到刘晓兰研发的饺子 现在我们在你的邀请准备 在你的邀请准备 我们也在你的邀请准备 在你门里的邀请准备 购买凉的饺子 骨头和酱子 我们也写了一个烹饭 我们每月的饺子 每月的饺子 刘晓兰的饺子王国不断扩大 一年业绩达到450万美元 大约台币一亿3000多万元 对她来说这不只是事业成功 而是能让更多人尝到 自己最熟悉的好味道 TVN新闻综合报导 现在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 因此如何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 就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芬兰的纪录片 要活要爱要记得笑 就是透过了五部短片 陈鲜一群高龄95岁以上的 银法族是如何活到老 也活得好 97岁的Toyini和98岁的Timo 两人会抢用电脑 也会斗嘴 不过讲起对方的优缺点 眼神依旧充满宠尼 这对老夫老七 携手走过73年 一次用餐期间随口聊起 50年前一起看过的大树 就这样开启一趟 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想到好不容易 到了目的地 却发生找不到相机的窘境 就在焦急的夸耀哭出来时 这时老板不慌不忙 马上化解危机 芬兰纪录片 要活 要爱 要记得笑 透过访问一群95岁以上的 高龄长者 探讨人生各种关系的建立 看见对于爱的独到见解 从这群老爷爷 老奶奶身上 我们还看见 就算老了 也不是只身下亲情 能找到拥有相当兴趣 值得信任的朋友 发展出神科的友谊 这些活过近一世纪的老人们 没有因为年龄见长 身体逐渐失去灵活度 这窝在家足不出户 而是持续保持规律运动 良好作息 许多人也都拥有热衷的事物 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 人越活越长寿 撇看高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芬兰的长者 用开放的心态活出自我 他们不单单以家人为政 也不避讳谈论自己对于恋爱 甚至是亲密关系的需求 对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大人 可以开始做的 那比如说像我很多朋友 都是在欧洲长大 然后生小孩 比如说他们就会在小孩面前 就会有一些亲嘴 可是没有生舌头 那就让小孩开始习惯说 那这个亲爱的人之间 就会亲嘴 那他们的小孩的反应 都不是这三个 他们的小孩的反应都是 我也要亲 这对相对保守的台湾社会 有什么能够接近的吗 公司的节目 以当了爸妈还能享受爱情吗 为题 邀请父母年轻公民 以及性治疗专家 以同探讨中老年两性关系 当中针对中老年追求第二春 甚至是年过八旬 已坐在轮椅上 突然遇到真爱等问题 现场讨论热烈 有人担心会不会是诈骗 也有人鼓励勇敢追爱 专家认为不论如何 和家人好好沟通这块 非常重要 我觉得不是问小孩 是跟小孩聊一聊 然后不用急着彼此下决定 一起聊一聊 你们的亲情也会 有更好的那种联系感 看清说爱 不只是年轻人的特权 随着台湾即将步入 超高龄社会 借纪录片反思情感关系 在中老年生活的重要性 TVB新闻总和报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彭慧云 请您持续锁定 稍后的Focus世界新闻 稍后的Focus世界新闻